为了方便民众载送亲朋好友到基隆转运站搭车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展现极高效率 连夜赶工设置完成相关配套 方便市民上下班 另外也贴心制作大型指示牌 让有聆听需求的民众 能一眼就很清楚的辨别 基隆转运站预计就是明天上午早上 我们就会正式来启用 那我们从昨天跟今天 因应整个转运站的部分 我们在俗称的国关客运临时站后方 已经划设了一个临庭区 包括民众以及计程车的一个等候区 另外我们之前在海洋广场 国关客运下车的地方不再停车 全数会供民众一个临庭区 以及我们在公车总站 已经拆车完毕 在港西界这边也会提供临庭区 我们市民好朋友只要看到 接送临庭区 这个黄色的牌子 就可以来临庭 那方便市民好朋友来上下车 进入我们的一个转运站 至于民众进入基隆转运站要搭哪一条路线 经过压力测试跟民众建议 目前交通处已经把国道客运路线 跟公车指示牌已经完成设置 放在上方最显眼的地方 让民众不会迷路 经过这两天的一个市营运 那市民好朋友主要是建议我们 一个转运站的路口 要专人导引要比较明确 那我们也制作了牌子导引各位 那第二个是在国道客运 后车的一个月台 要标示各个路线 那在昨天下午已经全数完成 那市民好朋友进入转运站里面 只要看我们各路的一个公车 国道就可以到所谓的排队 等候区等候上车 因应基隆转运站刚启用 市府交通处展现效率 为搭车民众服务 因此规划加派人力 在出入口拿手举牌 以便市民和外地游客 都能快速便利的到达后车区域 一切的努力都是希望减少 营运阵痛期 让搭车民众对于基隆转运站 尽快熟悉便利通勤 我们市民好朋友 可以从我们国光临时站的后方 也就是大顶棚的下方 进入我们转运站的一个二楼 那会方便搭首幅梯到二楼的部分 另外在中一路跟中山一路 的一个交界的地方 也会有一个进出口 可以进入我们转运站里面 那另外搭乘公车的部分 可以从我们中山一路 整个有一个长廊形的一个 公车后车亭 所有的一个公车的部分 我们会从公车总站 移到那边去统一做发车跟上下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我们下车 陈淑平 基隆报道